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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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你們來 我先自我介紹 我是中央大學物理系的朱慶琪 那是這個假日科學廣場計畫主持人 也是活動的主持人 在這邊代表中央大學 我歡迎大家來到這裡 雖然今天天氣不是太好 但是我想這個場子裡面的活動一定是非常精彩的 我們可以舉辦這個活動 特別要感謝國歌會科教處的經費的支持 還有中央大學給我們額外的經費補助 要不然這個活動辦下來 我們是會一直虧本的 所以要感謝中央大學 好 那今天我們請到的講師很辛苦 因為大家可能 我剛剛稍微問了一下 我想問一下在座最遠的從哪裡來 我剛好問到從台北來的 那應該有從 有沒有從比台北還要遠的 新竹 新竹 有從新竹來的 我們以前的活動最遠有 比如說什麼 講師他們 不一定 講師有從高雄的 從台東來的 那如果是民眾的話 也有從比如說宜蘭 就是很遠的地方 然後開始過來 那我們今天講師王德林王老師 他很辛苦 各位可能不用那麼早出門 對不對 那王老師是一大早就出門了 因為他從台南開車上來 然後帶著老婆小孩 你知道 真的很辛苦 所以就知道王老師 他投注在 所謂的科普活動 是非常用心的 王老師是 台南的大小活動的老師 但是呢 王老師在兩個方面 我覺得是非常有成就 就是一個是我剛剛說的 你的科普活動 就是非常多的這種 科普活動場合 然後大小朋友們 這樣的場合 然後他會願意 投入他自己的時間 跟大家來玩科學遊戲 然後加點科學的原因 但是 除了這個以外 你也想說 喔 那王老師大概就只知道 這些科普的東西 是不是 王老師在帶學生做科展啊 等等 這方面也非常有成就 然後王老師自己有一個部落格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很可愛的一個部落格 叫做玩具干貓店 我不知道 如果那個小朋友 聽不懂台語的話 爸爸媽媽跟他解釋一下 我聽得懂 我聽得懂 你聽得懂喔 好 歡迎你們 好 那今天親朋友比較多 我們稍微統計一下 第一次來到我們 假日特殊廣場 這個活動的朋友 親朋友請舉個手 好 謝謝我們部長 歡迎你們來 好 那另外也要跟那個 現場 就是在現場 跟我們一起參與這個活動 現場的朋友 也給大家打個招呼 然後也要跟大家廣播一下 如果你 措施了良機 沒有辦法來到現場 或者是 也沒有辦法在線上 及時觀看的話 沒有關係 用網路線 用網路線 喔是 用網路線 但是呢 你不一定要現在用網路線 你明天 後天一個禮拜以後 三個月以後 你想要看這場活動 還是可以在網路上看 怎麼看 照網 用線來看 用網路線來看 好很棒 網路線 網路線不知道怎麼看 好 請上我們中大大學科學教育中心的網站 然後上面就有個連結 你有兩個管道 一個是國網中心的知識大講堂 上面都有我們活動的紀錄 我們會剪輯好 然後放上去 那另外一個管道的話是 你直接在YouTube上去看 所以就歡迎大家 然後幫我們宣傳 然後讓我們的活動越慢越好 那現在我們就以最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今天的講師 我們的掌聲 我們的掌聲 各位觀眾大家好 非常謝謝朱教授 能帶你這麼優秀的團隊 提早來做 讓我們的活動可以順利的進行下去 那這邊的活動場地呢 也安排得非常不錯 因為如果說活動場地呢 是屬於那個 個人一個座位的形狀的話呢 那個真的會 大家在走動上面 會比較難一點點 今天呢 我們要做的活動呢 其實蠻多的 那主要呢 聚焦在那個力量的上面 那力量上面呢 我們今天的講題呢 叫做力力皆清楚 力量呢 有分成兩大類 這個在活動裡面呢 就可以來為兩大類 第一大類叫接觸力 那有沒有小朋友知道 什麼叫接觸力 好清楚 碰在一起 碰在一起非常好 這最簡單頂引證 很棒喔 那 有接觸力就會有 非接觸力 非接觸力 就是沒有碰到的東西呢 沒有碰到 東西沒有碰到 但是呢 它會有反應 它會有作用 那力量的作用呢 除了形狀的改變以外 還有運動狀態改變 今天我們的講題啊 力力皆清楚裡面的各個活動 就才讓各位大小朋友呢 知道 力量的涵蓋範圍到底有哪些 在國中裡面的分野 大概是從接觸力 裡面的摩擦力 可以開始來講 然後講到壓力啦 浮力啦 那最後呢 講到靜電力 磁力 或者是重力 這些東西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喔 先從第一個活動 暖身先開始 不過這暖身呢 要先廣告一下 就是 在我們的DEMO團隊裡面 做出了一個東西 這個叫做掌中光譜儀 那這個掌中光譜儀呢 它可以隨身攜帶的 那為什麼它會有這個光譜的效果 光譜呢 這個名詞呢 是牛頓呢 它在閉關的時候呢 提出來的 因為那時候發生瘟疫 所以它不得已離開大學 回想下去 然後呢 在那個時間裡面 它真的是研究出來很多東西 包括了數學上的成就 光學上的成就 那光譜這個詞 它提出來的時候 因為它就像一條一條的線一樣 所以透過這個東西啊 前面有個遐縫 那個遐縫呢 顧名思義是一個很細 很細的缺口 那這個光呢 從這個地方進來的時候 如果進來的話呢 會產生繞色 那繞色呢 經過後面的這個地方呢 就會出現乾色的結果 所以呢 它會有分光的效果 那這個東西 如果說我們平常在做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隨時戴著身上 然後看看太陽 太陽反射的光 不要直接看太陽喔 看看它反射的光 或者是看看日光燈 車燈 這個都可以 那這個叫直式型的 直式型的意思就是 你要直接對著光源 這個叫直式型的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叫做 反射型 反射型 那反射型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手邊都會有光碟 手邊都會有光碟 這個日常生活中 東西啊實在太多了 那這個光碟呢 它在我們手中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可以看到 它的分光效果 分光效果 它的分光主要是打在說 它的塗料上面 然後呢 經過了第一層反射 然後打到塗料上 第二層反射 兩道光互相干涉的結果 好 另外一種呢 叫做DVD 另外一種叫DVD 那除了VCD啦 DVD以外 我們來看看喔 我們在頭螢幕上面 這樣的畫面 請各位同學啦 或者家長啦 或者是大小朋友 看一下 第一道 遐縫要做什麼 第一道遐縫 有些光過去的 它不是直線 它有波的性直 然後呢 經過了後面那兩道遐縫 S1跟S2之後呢 產生互相干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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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生活裡面應用的非常廣 但是要了解它 真的要高中大學以上的程度 才有辦法 沒有關係 我們先來看一下 不管是光碟 DVD 7D裡面 它的 它的東西到底長什麼樣子 首先 我們要在燒錄機裡面 安裝一個雷射頭 這個雷射頭 不論是讀取啦 或刻畫 都可以透過它 我們叫燒錄機 然後呢 左上角那個 這個密密麻麻的是什麼東西 DVD的紋路 DVD的紋路 右下角那個 比較鬆散的那個 叫做VCD或CD的紋路 所以它的資料儲存量 真的差很多 那光線打到這些溝槽上面 紋路上面的時候呢 它就會產生反射 反射出來的光 就會有乾涉的效果 那所以 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它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平常我們看到的光 就是這個樣子 那右邊的照片 到底是什麼意思 燈 對 燈 對就是燈 沒錯很好就是燈 那什麼燈呢 手電筒 那手電筒呢 如果說我們直接照 像左邊照片一樣 它什麼顏色都有 那如果呢 我們透過一個瓶子 瓶子裡面裝牛奶 牛奶 讓它裡面有微粒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 把光散射掉 那所以散射出來的光 光碟值 剩下什麼 在那邊 藍色或紫色在那邊 那其他比較 波長比較長的 紅光去哪裡了 紅光就直接傳透過去了 所以呢 會有這種效果出現 好啦 那我們今天呢 要來做這種反射型的光炸 我們來看看喔 怎麼做咧 好 我們的東西啊 做出來是長這個樣子 很像蝸牛 然後咧 上面的圖案 自己畫好不好 自己畫 我是用蓋印章的方式 慢慢蓋 慢慢蓋 然後呢 這個是觀景窗 你就從眼睛從這個地方看進去 看進去 不過呢 來各位夥伴看一下這裡 這裡呢 就是我們到時候要用美工刀割出來的霞封 這個要小心 要小心喔 可能 可能要請家長幫小朋友操作一下 要用美工刀 那其他的外圍 真的就是用剪刀 剪一剪 剪一剪就好了 然後呢 剪完之後 夥伴你們有沒有看到 六個角都有定數針 都有定數針 其實啊 把光碟片鎖在裡面就好了 不用黏 就是鎖在裡面 那做完之後 我們當然要讓光線從霞封進來 從那個西封進來 進來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原本白色的光 開始慢慢分成這樣子 這是連續光譜 你可以看到彩虹 好 這是連續光譜 自然光裡面的光譜 就長這個樣子 如果你是用那個日光燈 省電燈泡 你就會看出不一樣的東西 那根據它不同顏色的光譜 還有它的分布呢 可以知道它的性質很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這叫連續光譜 這叫跳躍光譜 它中間是斷掉的 沒有像剛剛那樣連續 中間有缺陷 中間有缺口 可以做成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先看到這邊就好了 我們開始呢 必須要做一些事情了 好 那請把那個紙卡呢 給它放下去 好接下來呢 就是剪刀呢 要拿出來 我們不一定說 每個小朋友 都要把這個成品做出來 沒有關係 那家長呢 可以協助小朋友呢 把它做出來 那如果說你拿到紙卡 你還想多拿的話呢 小朋友那邊 回家慢慢做也可以 也可以喔 好 那我們下面的說明 非常的簡單 第一個 沿著外框剪下來 沿著外框剪下來 好東西 下午茶 好 上場 那邊 都要在那裡 那邊 有 對 現在 好,沿着外框的线剪下来,也可以的 所以我饭会拿到剪刀 先剪那个黑黑的那一块 比较大的那一块 沿着边边剪哦 该有的白色不要剪掉哦 就是沿着框线剪下来 然后在我们里面它会有 这些曲线就是要弯折的地方 那是弯折的地方,不是要剪掉的哦 好,在我们的图卡上面呢 其实会有三个主要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各位伙伴目前正在剪的 有一大块黑色的那个最主要的主体哦 它在上面,这是安装在上面的 接下来呢,你在你的 如果你在剪的时候,你会在 某一个角落看到一个六角形的 六角形的区块 这六角形区块呢,它上面有一些日文字 不过没有关系,你绝对看得懂它在讲什么 因为我们是要用反射的光炸 所以呢,必须把那个反射面朝上 好,朝上对自己 所以呢,先剪完这两个 那至于第三个,眼睛到底要不要剪 个人旗好 如果你想要把瓜尼的眼睛做好 你就把它剪一剪 好,回家再给它黏上去也可以 所以你可能会用到剪刀,美工刀,还有胶水 好,都可以大家来共用哦 那已经剪完了,伙伴,你可以看一下前面 我前面已经折了,半层抖出来了 就是把这个东西,黑色的部分,全部往内折 折起来,给它黏 用定书针,绝对没有用到胶带 用定书针,稍微黏起来 所以你的观景窗就会做出来 那剩下的下半部,其实啊 其实,就是把光碟 光碟,请你呢 就放在它上面,这个六角形的直卡上面 就好了,也不用用到双面胶或胶水 放上去 放上去之后,用定书针,把六个脚定起来 这样就好 不过,有一个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当你在定之前,一定要注意到你的狭缝 到底有没有割掉 像我前面这个地方,狭缝是还没有割掉的哦 狭缝在哪里 有没有看到黑黑的地方 中间有一条白白的 那个地方是要美工刀割掉 所以,必须要拿美工刀还有切割垫 好,美工刀切割垫是大家可以共用一下的 或者是有一位家长代劳,都可以 好的,每次做完实验之后呢 总是有一件事情要做 如果你的直卡有碎屑的地方 我们中间都有那个纸筒 可以稍微回收一下 因为我的下一个活动 必须要桌上没东西 好,所以呢 在我们国中在做实验的时候 常常有一件事情就是 佛会要求学生一定是桌面清干净 再一看,或者是再做下一个活动 所以呢,他们会急着想要把它弄好的 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如果没有收好 那这个实验完全没有办法进行 好,眼睛可以随便贴 好,随便贴 不一定要到直卡上面的 你贴在你想要的位置也可以 比如说像这位伙伴的眼睛就不错 借我看一下 这样看起来 很像一个人的脸,对不对? 这样做也不错 不一定要到直卡上面的 这样做也可以 好,也可以 比较耐热的袋子 比较耐热的袋子 不要用那种 那种比较透明的 不要用的 那第二个呢 你不要用夹链袋 为什么? 夹链袋太硬了 太厚了 所以呢 它的夹链袋 你给它弄好之后呢 它其实会偏一边 如果夹链袋 你给它拿出来 它其实一定是前面 我所黏的这个地方 比较重 所以这个气垫很常会偏一边 那 你可以把它切掉 把它头砍掉 没有问题 可是效果还是 多一道功夫 还是效果不好 我会建议 各位家长 或各位老师 回去的时候 家里如果说 有那个装水果的 不耐热的袋子 那个真的是 比较软一点点 比较软 你在压的时候 就容易贴合 贴合的时候 气体就不容易跑掉 那这个时候 我的教学流程是怎么样呢? 首先 我会先把袋子封起来 先把它封起来 封起来 我要教什么? 我刚才教了抹擦力 现在我要跟他讲 其实 你在封起来过程当中 你已经做了一件事情 让他内外压力有点差异了 今天啊 如果你给他封起来 请问一下 我们想要把它拉开 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 你为什么? 有什么力量在挡我呢? 黏 黏起来 大气压力 没有错 作用在这个塑胶袋上的时候 它会像黏起来一样 没有错 很好 它会像那个 黏起来一样 你想把它拉开 它会帮你把它压回来 这样都不好了 所以呢 当你把它黏好之后 我会希望 你在这边用剪刀 不要用美工刀 因为有美工刀 不小心力量太大 这边一个洞 另外一边一个洞 那就完蛋了 所以呢 用美工刀 它会剪一个缺口 这时候什么 内外压力平衡 你就很轻易的 就可以把它拉开了 然后呢 剪一个方形的 为什么叫方形? 比较好剪 没有别的原因 圆形不好剪 方形 你只要把这个剪刀 给它进去 用滑的 滑的 剪一个缺口之后呢 用滑的 就好像人家 裁缝师 他会剪布 剪布是不是这样剪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它是直接这样滑过去就好了 所以 刀刃进去之后 开始滑 到哪里 你要地方 接下来转弯 再剪一下滑过去 接下来 一个方形的洞 就在这一面出现了 然后呢 这个东西怎么上去 很简单 各位伙伴 等一下会拿到双面胶 那看你要黏 亮的这一面 还是有质的这一面 通常我会把亮的 弄在上面 因为我还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还可以装饰用 所以呢 把双面胶 黏在有质的这一面 怎么黏 随便黏 你只要黏得住就好了 我是做紧字形 口字形 做一个口字形 然后呢 贴好之后 把它盖上去 就好了 就好了吗 当然不是 接下来呢 气怎么来 小朋友我问 我随便抽一个小朋友来问 好 那你先举手来 二嘴巴来 二嘴巴来 好 请来示范一下好吗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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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人家看不到你 上来这样 我做示范 好 从嘴巴来 那边是封住的耶 好 没办法对不对 有任何改变吗 好像没有 没有关系 反正尝试错误没有关系 怎么做比较好 直接用装的 直接用装的 怎么装 用打气筒 打气筒会不会太麻烦了 有点麻烦 揮一揮很好 当初那个 马尼亚大学的 有个教授 他要做的事情 也有做过这个 吹得很累啊 对不对 你要吹老半天 我们只要把那个热色带之类的 拿起来揮一揮 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我们让气体自己进去 所以接下来 做这个动作 大家看一下 你只要拿起来 咚咚咚 有了哦 就有了哦 拿起来 咚咚咚 你就让气体自己进去就好了 你不要在那边挖起来 拿到那边吹气 这样很累哦 你只要这样做就好了 那效果好不好呢 其实 你只要在家 地上是平的 都可以玩 都可以玩 所以呢 我现在呢 把这个地方稍微清一下 不好意思啊 对对对对 不好意思 这 对对 好 刚刚呢 你那个 做了这个动作 让气体饱满之后 我们现在看一下实验组啦 实验组 你只要手指头戳住那个洞 戳住那个洞 不要从旁边哦 我先讲一下 为什么不要从旁边 因为你从旁边的话 你小朋友太过求好心切 太用力 整个船会搬过来 所以呢 通常我会建议 压中间的洞 然后呢 稍微呢 给它推一下 稍微给它推一下 为什么要做这个活动 因为哦 我看到那个 原油会 只要有那个推啤酒杯的 我觉得好浪费水 很浪费 哎呦 危险 杯子破了怎么办 所以呢 干脆用这个 反正效果都一样嘛 你给它推过去 就好了 就好了 好 那现在呢 我那边其实 故意挡一个东西 是故意的 请问一下 滑过去的时候 如果它是慢慢这样滑过去 哦 假设滑到这边 它应不应该掉下去 对 请说 不应该 为什么呢 下面有动 它气体会 漏掉 它气体漏掉的时候 它就整个会贴住桌面 对不对 那所以你的摩擦力会变大 这是实验组 对照组 我让大家看一下 如果里面没有气 你这样推 这样推 怎样推 会跑吗 你用力当然会跑啦 问题是效果有刚才那么好吗 就没有了 所以呢 现在等一下大家会拿到 一个袋子 一片光碟 然后双明胶 大家可以开始做 那手边呢 都会有工具 不要用美工刀 请用剪刀 好吗 好 开始试试看哦 然后你可以研究一下 洞的大小 对它的气垫 那个气体保存度 有没有差别 好 所以呢 可以试试看 当你们的底下的 塑膠带的洞 如果剪得太大的时候 它那个气垫 哦 边缘弯曲的地方 会不逆合哦 所以洞如果太大 它这边没有办法 弯下来的话 保障的气垫的话 它真的会很快乐消息 它就浪费了一个袋子了哦 所以呢 洞不可以改大 光碟大小 用就好了哦 真的不要太大 好 各位伙伴 翻你们的耳朵借我了哦 好不好 那嘴巴呢 请先暂时休息一下 我们下一个活动 必须要小心 必须要挑战自己的 自己的设计哦 好 好 这个活动 我们先暂时到这边 下一个活动 我要做 蜘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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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自己做 要自己做 好 首先呢 每两个人 会有一个小袋子 每两个人 会有一个小袋子 小袋子里面呢 会有几项东西 好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就是 它必须要黏在墙壁上 必须要黏在墙壁上 所以一定要有黏球 给你几颗 四颗 第二个 它这个黏球要黏在哪里呢 附着在哪里呢 必须要黏在 两根铁丝 两根铁丝 还有呢 里面呢 还有一个 当做身体的 鸦籤 鸦籤 好的 接下来 身体 身体的长度 自己要决定 因为 因为 我们待会呢 做出来的成品 它其实很简单 我们希望呢 它在墙壁上搬滚 在墙壁上搬滚 所以身体需不需要那么长 如果身体太长 你想要搬过去 其实会卡住 对不对 所以呢大约一半 那我会建议说 你把两端尖的 折掉就对了 尖的 给它折掉 你用剪刀剪比较快 我这边 比较安全 我这边就用手折 用剪刀剪比较好 差不多这么短就可以了 你要更短也可以 都可以 然后呢 把其中一支拿起来 这个 这个步骤需要家长帮忙一下 因为小朋友 他不太会弯铁丝的话 不小心刺到自己会受伤 所以 你先给它变成十字形 然后呢 捏住以后呢 开始绕 好了 这就是其中两支脚 那你当然把它做成 比较对称的样子 就可以了 接下来 另外一支 再做同样的动作 再给它折起来 请问现在有几支脚出来了 四支 四支 当然就配合我们四颗粘球 可是这些粘球啊 如果呢 在刺进去的时候 真的要小心 刺下去 应该是没有声音 如果有声音 绝对是刺到自己 刺下去 OK 刺下去啦 刺下去它就穿过去 对不对 可是 如果它是直的 很容易黏一黏 它就自己掉下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工具箱里面 会给各位伙伴 一支尖嘴钳 所以用尖嘴钳 把它夹好就好了 不过 我这边为了方便 所以 我就直接用剪刀 做什么事情 夹住 给它倒勾 夹住 给它倒勾 这样就好了 好了 这样子 点球就掉不出去了 做四次 重复四次以后 开始要做一个 你们自己的设计 可不可以在同一个平面 可以吗 试试看 试试看 最好不要在同一个平面 你可以试试看 先做同一个平面 让它像蝴蝶一样 像鹅一样 这样展翅 这样子 然后你丢到墙壁上 来 给它试试看 我这边先把它做完 示范一下 黏球 为什么会黏下 黏球 当然会黏 所以它才叫黏球 好 它里面的化学药品 我跟你讲 你如果买大陆产品 它绝对不会跟你讲 贴一个商标 什么商检局的标签 不过那些应该都是假的 那我们高雄 有一家玩具的专卖店 所以 其实啊 我们南部 比较容易买到这些东西 北部的话 你可能要花比较多的钱 首先我今天给它做在同一个平面 好 它都在同一个平面 然后呢 就给它丢到墙壁上 我们这些没有白板 一下子掉下来 我连头还没转回去 它掉下来 太滑了吧 不是滑的问题 不是滑的问题 然后呢 这个东西啊 如果说你把它做好之后 弄成不同的平面 也就是说 有些上面 有些下面 有些左边 有些右边 反正随便 随便你凹啦 随便你设计了 这有什么好处 如果 如果 有几颗球 不小心 离开 表面了 至少还有其他球 还黏住嘛 对不对 那个球就当作 黏住的球就当作支点 然后呢 以它为轴心 开始旋转 所以呢 你只要把它设计成 自己弯 弯成 不同的 轴向的话 它其实 就可以黏得 比较好一点点 我还是再来一下 所以呢 边做边调整 真的这个 只能边做边调整 所以 要想办法 让它 黏越久越好 如果 各位伙伴 你可以黏得 超过十秒钟 当然你不要把它丢到天花板上 你如果 可以在墙上爬 超过十秒钟 我们再送个玩具 好不好 那现在呢 两个 两两一组 两两一组 你们两个自己去设计看看 哪一个效果会最好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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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各位交代 麻烦 帮你的保健 把东西收一下好吗 到面上还是要收紫干净 好 有吗 好 好 好 看这个 好 好 有吗 好 啊 上边有点要不要 好 富足 好 富足 好 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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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高 这个就好 这个就好 各位伙伴 你可以看一下两边的投影 或者是后面的投影 也可以 后面也有 好 小朋友 我们要玩下一个了 这个不适合在 特别游会里面玩 但是适合在教室里面 大家都可以操作东西 只是要分区情形就对了 接下来这个活动 它其实取代了一些材料 什么材料呢 以前我们在上 大学服务的时候 常常会学到 大球撞小球 它大球撞小球的时候 因为小球质量比较轻 所以它加速度会比较大 两颗球碰撞的时候 它其实会反弹 非常好 非常好 可是每次都要两颗球 实在是太累了 所以我们这个活动 它其实少了一颗球 多了什么 多了一支竹签 还有吸管 多了竹签和吸管 那这个竹签和吸管呢 各位伙伴你可以看一下 今天我们要把竹签 刺到球里面去 这个时候还是那句话 真的要小心 真的要小心 那这个球呢 是因为两个板球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千万不要把竹签 往接缝里面刺 因为这样绝对会一颗变两颗 两个板球 那个球就坏掉了 所以你在刺的时候 请你朝没有接缝的地方刺下去 然后呢 小球用什么来取代 小球呢 请你用那个吸管来取代 就可以了 好 吸管呢 代替小球 它原本的那个弹力球呢 当做大球来用 接下来呢 你只要垂直的 直直的把它丢下去 怎么丢 千万不要用力 越用力越危险 你只要用自由落体的方式 什么叫自由落体 就是轻轻放 对 轻轻放 好 轻轻放 好的 这个会很像那个 这个 力球 谢谢 就是会很像那个 建筑 我 每个人会发一个弹力球 好 接下来对 每个人发一个弹力球 有看到这支 这支 我这边是小狗吗 好 把它刺下去 当然不要刺到小狗 刺下去 刺下去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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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轻轻刺下去 有没有像棒棒糖 有啊 有啊 不要放嘴巴 不要放嘴巴 好不好 然后呢 把吸管套上去 今天呢 查下去的吸管 都跟这边差不多 如果你觉得太长 不好拿 你就用剪刀 稍微修一下 稍微剪掉一小段 这样子就好了 你就做完了 你就做完了 接下来 各位 如果撞到这边 大球会反弹 对不对 因为它受到桌子的反作用力 那这个力量呢 继续传传 传到吸管 那质量太轻了 所以咧 会往上飞 所以 注意的事情来了 要不要这样子看啊 这样不行啊 这样马上眼睛就受伤了 不要这样看 好不好 这样子 直接呢 让它弹出去就好了 哦 没有 如果你尾巴有做那个火箭的尾翼的话 它其实可以飞得更好一点点 所以 这样子来做 其实就可以 但是 在进入这个挑战之前 我讲过 刚刚做那个气垫船是为了环保 我们现在还是要环保一下 如果你 这个东西掉地上 你去捡回来 你还敢吹吗 不行 对 最好不敢 不要吹 所以 地上细菌好多 最近 奇怪的病太多了 所以 这个 我们要接在哪个活动后面呢 等一下 我们会发 乒乓球 但是我 我只给你半颗 好 只给你半颗 现在我们先 先发乒乓球 好 先发乒乓球 好 我们的那个 彈力球先留着没有关系 我要先发乒乓球 好 这个乒乓球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要做风车 风车 它这个风车不是垂直的那种风车 是水平的风车 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它这个简单的动作呢 只需要想清楚你要剪什么样的形状 通常是剪对称的 然后呢 你看你要剪直的还是剪斜的 一刀一刀这样子剪下去 所以呢 手上的剪刀 还有呢 你的乒乓球 在剪的时候 请你要小心 当然你可以先做个记号 因为你记号先做好 你才可以把它弄得比较对称一点 所以呢把它剪好 看你要剪四片啦 六片啦 八片啦 都可以 剪好之后 它还是不会转 它还是不会转 所以呢 我必须稍微来弯一下 弯一下 让它呢 气流在流动的时候 乒乓球呢 有个受力面 有个受力面 所以呢 你就朝同一个方向去折 不过呢 同一个方向折 因为它的受力 才会固定 同一个方向 所以当你折好之后 折好之后 好 好 请稍微弯一下 然后你折好 想要折的时候 千万不要客气 那个乒乓球 不会碎掉 所以呢 你就给它用力的按下去 那不过 因为你折起来 这种地方是剪的 所以啊 请你真的 要小心 好 有没有看到一个 类似花瓣 花瓣的东西 就出现了 好 花瓣的东西就出现了 所以呢 当你弄好之后呢 首先我们给它放在桌面上 放在桌面上的时候呢 它其实就只有一个点 会接触到我们的桌面 怎么让它转 既然它是风车的 我们要就吹气 那可是吹气的时候 如果我们直接用嘴巴吹 对 会乱转 怎么了 乱转 为什么 太小了 请说 因为嘴巴吹出来的 空气面积太大 所以它就会被弄 弄死 会乱掉对不对 很好非常好 所以通常我们的风洞 我们在做那个气流实验 我们会做一个风洞 风洞里面呢 其实都是很多管子 让气流稳定 让气流稳定 所以呢 等一下呢 那这吸管为什么 要先留着 这是因为 如果我让你们先做 弹地球的实验 吸管飞出去了 你就不敢拿这个来吹了嘛 对不对 所以先来做这个 先用这个东西 好 你如果得得好的话 它可以转 但是 如果你成功的话 后面的大哥哥大姐姐 会给你另外的奖品 他已经帮你做好了 好 已经帮你做好了 他就可以转很久 好 如果成功的伙伴 就可以拿到一片了 好 来 好了 它上面是什么东西 来各位伙伴看一下 它上面已经有 折好的 凸起的 那个 固定的叶片 对不对 当你把这个叶片固定好之后 你就看 它是这样子的 它的方向固定的 所以你在吹的时候 它其实 风吹下去 它往四面散开的时候 就朝那个叶片 给它推出去 所以你不管怎么吹 它都是顺时针 它都会是顺时针 如果你有办法呢 让它逆时针转 真的 我就拜你当老师 你教我一下 好不好 所以 你有机会拿到不同形状 每个人呢 有机会拿到你自己的奖品 你就可以自己选一下 好不好 选一下 所以现在呢 乒乓手抛下去了 然后你的剪刀 也可以开始动作了喔 OK 当每个人做出来成果 不一样的时候 它就会表现出不同的效果 当然 叶片的角度啦 叶片的大小 会影响到你轻转的效应 好 绝对会影响 还有你吹的方式 你吹的方式 也会影响 如果各位伙伴现在 如果你是涂色块 不同的颜色 红色那也是一个方法 所以呢 都可以试试看 好 那 因为那是现成的玩具 绿色是现成的玩具 所以呢 还是会建议各位家长啊 老师啊 万一手边没有这种现成的玩具 这个乒乓球 就是一个很好的替代物 拉长 四面拉长 然后呢 你的名字就会变得很漂亮 变得很漂亮 好 我们来试试看吧 那个 糯米纸呢 拔下去的时候 水盆也要顺便拔下去喔 建议 不要完全黏在一起 就让它 如果你有断压 我会拉开 所以 就不用买磨豆倒器了 那因为我看到网络上其他的人在看 他们的水盆需要有水 所以 如果他们不方便离开的话 是不是 就是 对 好 水会过来喔 所以大家先玩玩看 因为湿度的关系 让它卷来卷去的糯米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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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 前面的小猪溺水了 被口水淹死了 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 下去的时候呢 它会马上被拉开喔 好 然后 时间久了 它就会慢慢的拉长 拉长 拉长 这会不会消失 那这会不会消失 如果你是用油性笔的话 油性的部份 它不会被水溶掉 所以呢 它会让这些图案的线条都还在 或者是 它其他没有涂掉的地方 会慢慢的出现 所以它会只能在流 最爱是很容易 好 我们再丢一次喔 那各位伙伴们看一下喔 各位伙伴们要拉长了吧 好 所以呢 经过的时间越久 当然各位伙伴没有办法 看到她分解的样子 回家做就好 把我回家让她们做 它们过 玻璃脂是不会被 这样子轮给掉的 玻璃脂不会 你要选入玻璃脂 喔 去食品材料行 买就有了 那如果各位伙伴 有需要的话 你会后 会后跟我拿就可以了 好 不久了 就会变回来 就会变回来 变回来 变回来 会吗 变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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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看 好不好 你可以多拿几张 到时候多拿几张 试试看 好 有两个 这个我示范 这个示范 这个示范好了 这个实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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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又有很多 直接解释 对 那这个 刚刚王老师有解释吗 有长长长短短的摆 短的摆 短的摆 就摆得快 长的摆 就摆得慢一点 对不对 那如果又有长的又有短的 哎呀 小朋友需要那么激动吗 来 回去看一步看看 哪里两边都有画面可以看 对 好啦 那我们就要摆起来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那对这个实验 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网站 刚刚也有发贴纸给大家 然后你上去搜寻的时候 你搜蛇板 就会找到 酷 因为乱七八糟 然后又出现规律 对 秘密都在那个王老师刚刚讲 蛋板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系统 好 没有人怎么会到呢 好 这夯俩二表有看出来 我们有一个摆子跑掉了 差多少 差零点几个mm mm是 一个mm是一公分 再切 石份 就是一个mm 是零点几个mm 所以它要调得非常非常准确 已经要十个 我們做了一個很大的 剛剛王老師幫我們做廣告在那邊 大型的就是吧 反正常臺我們都大老 說他還蠻紅的 謝謝大家 我要幫他實現盤給王老師 第四個 對 第四個牌 好 所以我想一下這個製作方法 Snapp的製作方法其實很簡單 這也是歷史很久的科學玩具 你只要把磁鐵黏在紙盤的下面 然後紙盤要做什麼呢 看你要穿幾個洞 三個洞 四個洞都可以 然後再把他綁起來之後形成一個單板 然後底下會有磁鐵 這個磁鐵必須要有一個力量才會動起來 所以一開始我們給他舒適那樣的時候 好 接下來他就必須跟底下的 跟底下的四個磁鐵產生物像排斥的效果 會比較好 用吸的就不可以 當然可以 問題是你用吸的效果一下就完了 對不對 所以你要用排斥的 也就是說今天 假設上面是N級 假設這一面 各位夥伴看到這一面叫N級 請問背面就應該是S級了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擺 底下用什麼級來跟它相對 用S 互相排斥 會互相排斥 所以你就稍微給它動一下 它就動得很厲害 它就動得很厲害 而且看不出來有什麼規律 其實都跟你當初擺進去的角度 還有幅度 還有你當初設計的 像底下這裡 你到底有沒有對稱 還有你線跟盤子到底有沒有平衡有關 所以這個真的要花時間下去 給它調整一下 好不好 待會呢 我們在活動結束的時候 請各位夥伴 稍微留步一下 我們把那材料發給你 好不好 那回家再做一下 有興趣的夥伴呢 其實你給它拍照 你就知道要怎麼做了 在那個科教館 科工館 科博館 禮品販賣部 一定有賣類似的東西 可是真的自己做 你會比較有意思一點點 那這個東西啊 你每天在那邊拿 其實會很雷 所以我們切換到那個 檔案那邊去 好 在我們檔案這邊呢 其實有一個叫做 史天普的照片 其實在旁邊我就多了一個什麼東西 架子 這個架子不要用鐵絲做 你用鐵絲做的話 等於告訴它 持鐵來吸我 持鐵來吸我嘛 對不對 所以不要用鐵絲 你要用鋁線 用鋁線下去做 因為鋁它不是磁線物質 所以鐵部念的東西 都不要拿來做 用鋁線做就好了 然後底下怎麼弄 底下呢 鋁線跟鋁鐵怎麼結合在一起 很簡單 大家一直在講的 桌上的某一樣東西 熱龍膠 對 熱龍膠把它捏起來 就好了 最後呢 你再去調整一下 能讓擺在中間是最好的 所以這需要長時間的調整 那今天呢 其實整個 這個活動我們叫磁內圖嘛 因為有機會的話 它會在四個磁鐵的中間 所以這個磁力戰斧 或是鋁內圖 都是跟磁力有關係的 超距離活動 最後一個魔藥課程 在哈利波特剛入學的時候 一定會有調配了 藥品的那個魔藥課嘛 對不對 這個魔藥課 每次給小朋友玩的時候 大家會玩到瘋掉 所以呢 我們用這個活動當最後的結束 怎麼做呢 其實很簡單 好 我先把這個畫面呢 先切換掉 大家來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化學篇 叫化學果凍 那做出來的效果呢 其實就像那個珍珠粉圓一樣 為什麼呢 今天呢 我們手邊 有這個藥品 叫做海藻酸納 它當然不是買來就這樣子 要泡 要泡 那溫度越高的話 它溶解也越快 比較容易混合在一起 現在 如果把這個物體啊 倒到另外一種溶液裡面去 這種溶液呢 叫做氯化鈣水溶液 你丟下去是什麼形狀 它瞬間呢 讓它的表面形成一層半透膜 就定型了 就定型了 你接下去是原型 它就是小珍珠 你接下去比較大低 它就是大很遠 你這樣 丟下去是一條的 它就是毛毛蟲 你丟下去是一坨的 它就是你想像的東西 所以呢 各位夥伴呢 待會呢 你會有這些問題來了 我們實驗的時候 通常要染色 請問染色的用意是什麼 對 方便觀察 觀察方便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等一下呢 也會給你們這些容易 加個色素 加個色素 可是啊 膜在那邊 這是屬於大分子的東西 這個叫做小分子的東西 請問哪一個 比較容易跑出來 小分子 小分子 然後有洞就鑽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東西啊 如果說放久了 它被鎖在裡面 色素呢 跑出來外面 你這個整盆東西喔 整盆水會被染色喔 然後你再把它撈出來的時候 它又變成原來 這個白白黃黃的樣子 好可以試試看 待會你們的形狀 自己去調配 自己去調整 那 因為 材料還在我這邊 所以呢 各位夥伴呢 你可能要稍等一下 我們分配一下材料喔 好 請稍微休息一下 你把桌面收拾乾淨好嗎 等一下我們會用到水喔 所以要收拾一下 好 安全注意事項 請先聽這裡 請注意聽 請注意聽 不小心做不出來 好了 因為啊 它瞬間就會形成半透膜 所以呢 要注意的就是 你的滴管 是專門用來吸 有顏色的東西 好嗎 專門用來吸 有顏色的東西 然後從半空中 千萬不要把它插 插到那個透明無色的水溶液喔 從半空中 把你的那個EDR給它抵下去 好 千萬不要讓那個滴管 碰到透明無色的濾化蓋水溶液 不然會卡蛋 它絕對會在滴管裡面凝固起來 到時候就弄得出來了 所以請把有顏色的 滴到沒有顏色的 就這麼簡單 如果呢 那個攪拌還沒有很均勻的話 幫忙用滴管攪拌一下 然後可以把它撈起來看看 這個東西沒有補齁 所以你只要不要把它吃下去都沒關係 撈出來看看 用手摸摸看 你沒看 可是不要太大力它會爆漿喔 小弟的滴管 是太多大力的 好 對 非常感謝各位夥伴呢 今天可以包著外面寒冷啊 都會過來一點喔 跟大家一起同樂 那 希望這樣的活動呢 能帶給大家不只是玩而已 還是要想一下 還可以用哪些器材材材料 還可以呢 坐車或什麼樣的顏色活動 如果各位夥伴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我們的庫洛可 如果你現在是打 或是打科學網具幹話表的話 或打科學網具都找得到 問題是 你會找到舊版的 我有新版的齁 就是新的文章 我都貼在這個名榜 我只是把它 從期末搬到那個 那個庫國那邊去而已 那所以呢 你要看舊資料 新資料其實都有 啊 不過呢 新資料會貼在這個名榜 貼在這個名榜 那 今天真的謝謝 蘇教授 跟他們的團隊 我們這麼好的服務 讓大家呢 可以玩得 除以這個服務 那希望呢 下次大家呢 有機會 每個禮拜 請